好 来看到要找工作了 想要抢铁饭碗 这是台铁的饭碗 哇 有800多个位置 台铁也公布了这次的特考资讯 在今年很特别的 首次加考的体能项目 要录取要在20秒之内 扛40公斤的沙包 跑完40米 那么台铁说 最近因为很多的员工 体力太差了 连这个大铁锤都举不起来 所以这次针对了铁轨道的养护 基据保养这些左脊养路工程科 首次加入了路考体能的测日 那么起薪是在32,000块钱 到42,000块钱之间 遇到这次还是会吸引不少的民众 来报名参加的